大家早上好 安奈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今天我们来看生命记忆第24章 分段可以分成两个大段 一到四节 五到最后两个大段落 其实都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我们既然得救 来跟随神做神的子民 我们和人之间的相处来 都应该有相应的不一样和调整 众人才能看得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这也是一个见证 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让他们成为一个自由的民主 一个国家在地上建立国度 这个国度 地上的万国万民 应该都要去看 究竟这个有神的民族 也可以这样说 以色列人是某个程度上反映神的国 神的国在地上 神的国在人间 那神的国到底是怎样的呢 如果今天你要知道一个国家是怎样的话 你就要看这个国家的国民 你要看他的衣着打扮 你看他的生活条件 大概知道这个国家去到什么样的水平 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他们的精神面貌是怎样的呢 他们的民族性是怎样的呢 比如你去日本 你就知道民族的 比如你去到日本 你就知道民族的日本性是喜欢干净的 整齐干净的 大家要保持那个环境好整齐 很干净 这是他们的民族性 你去新加坡也看到他们很干净 但是有的国家 你一去到会发现 哇 如果你去到印度 你就知道什么叫混乱 什么叫脏 其实神也是这样 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 其实列国也要在以色列身上去看 究竟属天的子民是怎样呢 当然以色列不能完全的反映 属天的情况 因为人始终有人的限制 但是某种程度上 他很大的比例上 那个精神是在的 那个形象是在那里的 这样子去带领以色列人 也是想让列国来认识神 看见以色列的时候 列国就能够认识 跟从 所以以色列是万国的祝福 也是这样来 以色列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是怎样的呢 神有很明确的 仔细和规定 让他跟从 所以神有一个很明确的 指示和规定 这样他们可以跟从 让他们可以活出天上的样式 或者是按照神的心意 在地上来和人来交往 所以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第一个大段落 第一件事就是要助力的是 最亲密的关系 就是夫妻之间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大段 一至四节 人若娶妻以后 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 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修书 交在他手中 打罚他离开夫家 妇人离开夫家以后 可以去嫁别人 后夫若恨恶他 写修书交在他手中 打罚他离开夫家 或是娶他为妻的 后夫死了 打罚他去的前夫 不可在夫人玷污之后 再娶他为妻 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证悟的 不可使耶和华 你神所赐 为业之地被玷污了 首先第一件事 他说人若娶妻之后 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 不合理的事情 其实原文就是 英文翻得比较准确 就是不洁净 污秽 如果你见到一个人 娶了妻之后 见他有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有一些污秽的事情 不喜悦他 就可以写修书 交在他手中 打罚他离开夫家 这一段的记载 有几个重点 首先我们要理清 另一件事就是 究竟这个不合理的事情 原文是指 误会的事是什么呢 其实这里没有很清楚的讲 也引起了 以色列人 很多几千年来的一个辩论 甚至去到耶稣的年代 都还在辩论 这里所指的是什么事 以色列人很想搞清楚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写修书 是不是可以随随随便便便的写修书 甚至这个辩论会的 去到耶稣的年代 耶稣都亲自来回答这个问题 法利赛人已经辩论了很多年了 他们就认为这个误会的事情 指的是淫乱 是有淫乱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认为应该不是淫乱 我们之前有读过 成岛都有读过 如果是淫乱的话 律法上规定 肩负淫乎 是可以用石头打死 所以不会是用修书来解决这件事情 应该不是淫乱 那不是淫乱的事 那什么叫做不洁净呢 不洁净的事又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来辩论 他们辩论到后面会觉得这个 没有讲得很清楚 所以他们最后有一个决论 就是凡是丈夫觉得不好的 不妥的事情 但是这里最后有一件事情就是 就可以写修书 这是中文的翻译上面加上去的 但是这里加了一个就可以修书的 名义上好像是 可以允许他写修书 其实原文是没有这个就可以的字的话 那我们重新想一想的话 这段经文好像有一些不同 人若娶妻之后 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 不许悦他 写修书交在他手中 打发他离开夫家 有没有发现 把这个就可以拉开之后 你就发现 神其实没有鼓励人写修书 并不是有这些事情的发生 你就可以写修书 或者你就一定要写修书 是因为有这些事情发生 丈夫写了修书交在这个妇人手中 那应该怎么办呢 神其实没有好鼓励这个人去写修书 嗯 但是这是耶稣的看法 明斯法利塞人就拿着这一条来的 来问耶稣 是不是什么事就可以写修书呢 耶稣回来说 神起初设立的婚姻是一难与你一父一妻 但是摸西因为你们心硬 所以允许你们写修书 但是起初神创造并不是这样 人若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才是神的心意 所以神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过 或者鼓励人去写修书 也就是因为这样 神很清楚的说 究竟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是什么呢 如果神子民的话 就天下大乱了 就是那个修书就会更多 假设神说夸张一点 如果这个的你娶的太太 你发现她洗澡洗得不够干净 你就可以修她 那什么叫重量不够干净呢 那个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人就是这样 人写这些修书是因为她的心硬 这些的心硬的背后 可能是有很多的原因 贪心忘旧啦 建一丝签啦 建一个喜欢一个 新鲜感过啦 太太因为是丈夫的帮助者 这个太太帮助丈夫的时候 丈夫受不了 撞击先生 先生这些提点 让先生觉得伤了自尊心 就是因为太多因素 这些人都会帮自己去找一些借口 就可以修了她 所以这段的圣经的重点 不是在于修不修 而是修了之后怎么处理呢 因为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产生了一些失婚的妇人 那这些失婚的妇人应该怎么办呢 当时的制度和现在不一样 今天的世代 女士能顶半边天 没有老公就没有老公啊 单身就单身啊 失婚就失婚啊 反正我有自己的事业 我的人生也可以过得很精彩 但是以前不是这样 以前的妇女 是不可以随便抛头露面 不可以去找事情做 所以她需要一个家来支持她 或者是回自己的良家 找一个老公来照顾 以此为生 当这些离婚的构案 这些修书的构案产生之后 这些失婚的妇人应该怎样呢 所以神要讲清楚 所以神强调的重点 不是鼓励人可以写修书离婚 而是万一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神要保护这些妇女 所以你就看见 神的心肠是很不一样 他不是鼓励人离婚 而是要保障被离婚的妇人 这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 但是人心应到一个地步 我们不理后面的东西 我们不理神的本意 我们就抓住前面的 就是可以修妻 你想一想 如果一个男人 他只看中前面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已经铁地心肠要离婚 甚至去到今天 在这个现代社会 人性的软弱 很多要离婚的男人 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其实没有原因的 就是性格不合 甚至连解释都不解释 我就是要离婚 我对这婚姻没有感情 其实如果这些的问题 你去问一问 性格不合 但是你们谈恋爱结婚 如果是古代的话 结婚发现性格不合 是因为他们没有相处过 他们盲婚雅架的 是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东方那一晚上才见面 东方之前 连对方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性格合不合 更加不知道 所以结了婚之后 发现是一个悲剧 真的不喜欢对方 真的相处不了 那还有的说 但是今天呢 全部都是自由恋爱 全部都是谈恋爱结婚 你这样一直追 一直追 这样追回来的 你突然说性格不合 为什么那么奇怪呢 结婚前都性格很合的 为什么一结了婚就性格不合了 其实你细心的想想就知道 其实是人的罪行 其实是人的知识 是人的贪心忘救 甚至我们看和西亚书 谢谢金亚牧师 给我们分享了和西亚书 这些和西亚书 神怎么说的 神选了以色列之后 有没有后悔呢 以色列人犯淫乱 但神也依然的 忍耐包容接纳等候 甚至是帮助他回转 这才是真正的爱 这里去到一个写修书的时候 就是没有了爱 但是神的本质就是爱 所以神在这个地方 他要来出手 并不是他允许或者鼓励修书 而是他要保障后面 所以看他后面所提的 如果这个女人是这样 拿了丈夫的修书之后 这个妇人可以去嫁别人 就是神给他一个 有给他一个其他的机会 没有写怎样的情况 可以修一个妇人 但是神说 被修的妇人可以另嫁 当这个人拿着修书的时候 他就是自由的 他就好像第一段婚姻 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可以自由恋爱 他可以再找一个懂得珍惜他 爱他的男人结婚 所以你会发现 对男和对女的 神的看待处理的方法很不一样 神是保障这个女士 让这个女士可以重获自由 让这个女士可以自由的去嫁娶 不要 不会让他因为修书受到启示 中国以前的条例不是这样的 中国以前的条例 那个妇人被修了之后 这个五点一直跟着她 是很难再嫁的 因为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 但是圣经不是 当这个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 神告诉她 她是可以自由 她可以另外去嫁别人 但是如果当她嫁了别人之后 后夫也恨无她 写修书在她手里面 打发她离开夫家 或者是娶她的这个后夫 死了的时候 打发她去的前夫 不可再娶她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 就是 如果那个后夫再修她一次 其实她又是再进入那个自由 不过在她进入这个自由的时候 她的前夫不可以再回来娶她 为什么呢 神就说 这样的话是神很真悟的 以色列人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也是使神赐给她的地 玷污 原因是什么呢 矛盾 那一个的矛盾 因为当初你娶这个女人的时候 你就说她有不合理的事情 有误会的事情 你就将她修了 当你修了她之后 你又娶了另外一个人娶了她 再修了她的时候 你再回来娶她算什么了 就是说 你当初修她的原因 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成立不成立呢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自相矛盾 神不要我们做自相矛盾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个尾身在哪里呢 所以夫妻的关系 其实是一个极大的尾身 夫妻的关系 让我们明白人和神的关系 神对人是一个绝对的忠诚的尾身 神以我们为他的子民 就是要走到底的 怎么都不改变的 但是人不是这样 就算在夫妻关系里面 人都是 你觉得不满意 你就将他修了 但是修了之后 你又发现不是我 其实早来早去 都是他最好哦 那不如再娶回他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极度的 自我中心和自私的一个表现 这样的做法 是没有一个尾身在里面 所有的东西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他讲的话 我觉得不好听 我就修了他 原来修了他之后 我会发现原来他 世上还是他好 这样的人 心怀二意的人 神讨厌的 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选择了跟随神 我们就跟到底 这个就是真正的爱 真正的尾身 圣经在新约里面也说 心怀二意的人 不要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 就是人摇摆不定 人的心飘来飘去的时候 其实祝福都领不到你 所以在这个婚姻上面 也是一样 神不要我们这样飘来飘去 修完之后 再取是神所证悟的 因为你自打嘴巴 就是说你第一次修他的时候 全部都是讲大话 都是说谎的 否则你最后又想娶回他 那个女子被后夫修了之后 你不可以再娶他 或者是这个女子的后夫死了 你也不可以娶他 甚至换过来说 你强娶回来的时候 这个女子的命运都很惨 因为这些条例都是 保护那个失婚的妇人 有些人第一次被修的时候 可能是他讲话很直率 提醒他丈夫受不了 就将他修了 如果你再把他娶回来 他当然可能会 所以这个女的会再回来 但是他的个性 肯定被压制了 被扭曲了 他再回去的时候 还敢像第一次 第一段婚姻那样 帅子的会提点老公吗 会撞击老公吗 不会的 他肯定选择压抑 而且里面也极度受伤 第二次的伤害来的 所以神不要这样的事情发生 神不要他的儿女 特别是他的女儿 唯唯唯唯的 来过他的日子 因为这样的时候 其实用母堂讲的一句话就是 这样的话 这个女子的逼隐都被扭曲了 神创造她的时候不是这样 所以这件事情 为什么神这么憎恶的原因 神创造人 有他美好的心意 每个人有他天然人的个性 神是不想这些个性被扭曲 甚至是在婚姻当中 都不应该扭曲他的个性 所以做丈夫的 如果你让你的太太 活得很压抑的话 其实这不是神的心意 神不喜悦的 赎神的子民 我们应该要快快乐乐的 活出我们天然人的个性 那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雨 带着神形象的一个部分 你看我们的小朋友 你就知道 其实很有趣的 就算是亲兄弟 他们的个性都很不一样 从小的时候开始 他们就有神所创造 他们的那一份在里面 所以我和师母都很喜欢 德嘎的两个女儿 他们的性格很不同 小的那个古灵精怪 很开心 所以我们经常说 要好好的照顾这个女儿 不要让她流去了 她那一份的纯真 不让这个世界 夺去了她做人的那种喜乐 这是神给她的 很独特的 就是你不用教她的 因为他们都自己说 这个女儿的性格 不知道像谁 爸爸也不是这样 妈妈也不是这样 你看见她 就会觉得很开心 这个世界就是很容易 很想扭曲这个部分 这是神所证悟的 婚姻是最容易 扭曲一个人的地方 特别是姐妹 特别是女士 所以神在这里所写的 这些条例 其实是保护 不要这样的欺压 这样的毁坏 这样的扭曲 发生在这些的姐妹的身上 这才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要明白 这不是神鼓励人去离婚 相反 神鼓励人去爱 去接纳 去建造 去维生 这才是神所设立的婚姻 这才是神的子民 在这些事情上 应该要活出的美好的见证 和样式 我们再看第二大段 第二个大段落 就讲到很多 不同的状况下 人与人之间应该相处 应该怎样 我们今天要来抓住这些精神 这些精神让我们成为 不一样的群体 这个群体 在幕后的日子 越能够吸引人 成为美好的见证 让人知道神果然在我们当中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二个大段落的 众多构案当中的第一个构案 第五节 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 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司 可以在家清闲一年 使他所娶的妻快活 哇 这里好厉害 新婚 原来在以色列里面 在神的国度里面 有新婚假期的 这个新婚假期 还有一年哦 这个新婚假期的 那个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最后面那一句 使他所娶的妻快活 不是这个娶妻的男人快活 而是这一年里面 要使他所娶的妻快活 所以原来婚姻的指标 在于太太是不是快乐 是不是很奇怪 原来神早就 早就设立了一件事情 就是 婚姻是 你不是你觉得开不开心 而是你的妻子 快不开心 这个新娶妻之人 不可以从军出征 连他打仗都不好 不要去打仗 他要留在家里 建立这个家 使他待在快乐 起码都要一年的时间 他才可以参观 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从军是很 所有国家都比较看重的 因为这是国防大事 军国大事 但是在神的眼中 原来国防大事 比不上这个 夫妻之间的关系 比不上这个新婚的太太 是不是开心 这个是很撞击人的脑袋 哪有一个国家 行这个条例呢 就是国家有烂 皮肤有责 国家有烂 国防需要 但是大不过这个新婚的事情 这个真的很冲击人 但是我们仔细想想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呢 将这个新婚的时间 看得这么重 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 给人的祝福是 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所以这个新婚的时候 是人最容易传宗接待 是最容易有BB生孩子的时候 所以神要让 这个传宗接待的 可以确保 其实这才是神的心意 神要有近前的后代加征 将这些黑暗来推开 所以如果夫妇二人 在神的里面结合 他们的夫妻关系 有神在其中的话 其实对大地 是一个好大的祝福 这是神所设立的奥秘 所以母堂的张牧师师母都说 荣耀教会 从夫妻关系开始 有好的夫妻关系 系的教会 必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这个教会的氛围 很一定不一样 能够吸引人 其实越到末后的日子 仇底越想拆散家庭 所以你见到今天的社会 整个家庭的架构 变得越来越脆弱 人对婚姻越来越轻堪 以前如果要离婚 是很大件事 现在真的 我的旧同学 聊天的时候离婚的很多 戒也戒得快 离也离得快 好像有的 你觉得他好像没有 不久之前才去了洗烟 然后就很快就离婚了 就是太突然了 太快了 这个就是末后的时候 那个的景况 但是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这也不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相反 你去到一个地方 那个群体 那个夫妻关系 都非常的恩爱 其实是让人很羡慕的 但是这个不是不可以的 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有神 神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家世 所以你就看见 神对这个家庭的看重 甚至对这个家庭的重视的程度 超越了国防的需要 其实神都不是很担心 国防的问题 为什么呢 有神的同在 这个国家根本就不会有问题 好像以色列一样 知道神的祝福领导 世尽平安 没有任何的敌人 你看大卫的连监 所罗门的早期就是这样 世尽的平安 神的奠起好了 大家都一心归乡神 上上下下 各个家庭以神为中心 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 国防的需要 没有仇敌可以碰他们 没有任何的敌国 可以侵略他们 所以在神的眼中 原来家庭真的重要过国防 这个家庭就是反映出 神的形象 神的属性的地方 因为夫妻的关系好的话 其实里面一定有爱 神就是爱 所以当夫妻关系好 家庭稳固的时候 神就在这里 爱就在这里 所以当神在这里 爱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担心 今天我们是一样 如果我们夫妇之同心的话 我们什么都不用担心 因为就算有困难 一定可以安然度过 再大的灾难来到的时候 都有能力去度过 因为那一份的爱在这里 有爱就有神 有神就有神迹 就是一个这样的道理在里面 接着下一个过案就讲到第六节 不可拿人的全盘摩石 或上摩石做档头 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档头 我们一下读下去 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 当奴才带他 或是卖了他 那拐带人的旧必知识 这样便将恶从里面中间除掉 这里所讲的是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 不可以将人的全盘摩石 或者上摩石当做档头 因为这样是拿人的命做档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古时的 这些以色列人 犹太人 他们每一天都会磨一些面粉 来做饼 饼就是他们最主要的粮食 所以你拿了他的摩石 做档头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磨这些面粉 没有办法做饼 他就连吃都没得吃 所以不可以 不可以开玩笑 你拿这个档头的话 拿这个东西来做档头 等于拿了他的命 他连生计都掌握在你的手中 所以不可以拿这个来做档头 就是你总要给人一条生路 所以下面也是说 若有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 当奴才带他 或是将他卖了 那拐带的人就必自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拐带的人 就让以色列的弟兄重新变回卢谱 神这么辛苦将他从埃及为卢之地 带救出来 成为一个自由丰盛的民主 你又将他骗回去当卢地 就是你和神对着干 神这一边救回他 你那一边又把他带出去 做卢地 你明白吗 你想想 如果你今天花了很大的心力 去做一个花针 刚刚做好就有人把他打烂 你说你说你气不气 你心里会怎么想 我这么辛苦做出来的时候 我刚刚做好 你那边就打烂他 我这边做了什么 你就跟我反过来做 你想想 再小时一点 你将一个房间收拾得很干净 很开心 打算冲杯咖啡来奖励一下自己 转头你儿子就把他打回原形 甚至更乱一些的时候 你有多少脾气 你都会发火 神这一边才让以色列人进入自由 你那一边又将他变回卢地 你就是破坏神的工作 所以神是很愤怒这件事情 甚至你将自己的弟兄卖了 完全不顾念手足之心 也不看神的工作 两个罪项加在一起 神说这样的人要将他致死 就是说这两个个案 无论是拿人家的魔石做档头 或是将弟兄变为卢谱 都是完全没有爱心 不爱惜 不怜悯 不顾念别人 只看自己 我需要有人帮我做事 所以我就将他变成卢地 我借钱给你 我要赚利息 我就连你拿来 生存的工具都拿在我的手上 这样子我才有保障 所以这些事情在神的眼中 都是神非常不喜悦的 我们来看第八节 八到九节 在大麻风的灾病上 你们要谨慎 照祭司立为人一切 所指教里面的留意遵行 我怎样吩咐他们 你们要怎样遵行 当即练出哀解后 在路上耶和华 你神向弥利安所行的事 特别是这里突然插大麻风 大麻风的事情上 你们要小心 要照祭司立为人一切 所行的指示来留意遵行 其实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 大麻风的要被隔离 没有人可以例外 所以他说你们要留心去看 米利安的过案 米利安的过案都是一样 就算是米利安换了大麻风 都没有例外 都要隔离 这个是行政上的注意 但更加要注意的是 为什么要提出米利安呢 其实以色列人都知道 大麻风和罪 是不可划分的一个关系在里面 米利安之所以会有大麻风 是因为他贝利顶装神 本来他是一个很尊贵的人 在以色列当中 他是一个领袖 甚至是一个女先知 又是摩西的亲姐姐 其实没有他就没有摩西 米利安是谁呢 米利安就是当年将摩西 放在一个篮里 放在水里 然后追着篮子 去河边走着走 见到他的弟弟比 埃及公主救起来 然后 然后他很精英呢 他就走过去跟埃及公主讲 要不要我帮你找个奶妈 来照顾这个BB呀 然后公主说好啊 于是米利安就跑回家 将自己妈妈带进皇宫 做这个摩西的奶妈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摩西 那个以色列的犹太的根源 那些学习 是没有办法临到摩西的 这样的话 摩西也没有办法 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 所以米利安 在神国里面 是一个很有功劳的人 很有影响力的人 他也是女先知 神也兴起他 对他说话 不过为什么 他会有大麻风呢 因为他有一天 去跟摩西说 神岂是只对你说话 不也对我们说话吗 他不服 神为什么让摩西 成为带领以色列人的领袖 这是一个的贝利 因为这个贝利 他长了大麻风 结果他要在营外隔离七天 其实是神显出他那个审判 神要对付这个贝利 所以米利安的过案 和贝利是挂钩的 所以这个大麻风 同犯犯罪是挂钩的 所以神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留心注意大麻风 一有大麻风要隔离 但是又用米利安的过案 叫我们思想 我们千万不要走贝利的路 否则谁都好都没有例外 神都将会我们隔离开 那个的羞辱会临到 贝利带来的其实是审判和羞辱 所以这也是神的百姓 我们要注意的事情 后面一切的过案都是讲到 人与人之间相处 我们就一口气读 第十节开始 你借个灵色 不拘是什么 不可进他家拿他的档头 要站在外面等 那向你借贷的人 把档头拿出来交给你 他若是穷人 你不可留他的档头过夜 日落的时候 总要把档头还他 使他那件衣服遮盖睡觉 他就为你祝福 这在耶和华里 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 困苦穷乏的故宫 无论是你的弟兄 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 你不可欺负他 要当日给他公家 不可等到日落 因为他穷苦 把心放在公家上 恐怕他因你求告 耶和华罪便归你了 不可因子杀父 也不可因父杀子 凡被杀的都 为本身的罪 你不可向寄居的孤儿 驱往正子 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赏做档头 要祭连你在埃及做个卢婆 耶和华你的神 从那里将你救赎 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你在田间收购庄家 若忘了义捆 不可回戏再去 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 这样 耶和华你的神 必在你手中 所办的一切事项赐福你 你打橄榄树 只剩下的不可再打 要留给寄居的 与孤儿寡妇 你在葡萄园的葡萄 所剩下的不可再摘 要留给寄居的 与孤儿寡妇 你也要祭连 你在埃及做个卢婆 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你没有发现 不停地重复的事 一些话就是要顾念 那里寄居的 和孤儿寡妇 你在埃及也做过卢地 不停地重复这些 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感恩 我们也是施恩给人 我们要怜悯 怜悯才是神的百姓 那个标记 所以神在这里 一而再地提 但也有一件事情 很特别的 档头这件事 其实神应许个 以色列人 当他们进入 这个应许地的时候 他们一无所缺 按道理 他们当中 是不会有穷人 但是事实上 又真的会有穷人 为什么呢 人又软弱 总有一些人跟不上 所以神的祝福 没有办法临到 那这些人怎么办呢 他要学功课 所以神也允许他 学习功课 允许他一个什么地步呢 就是他们要借 但是神也很顾虑 昨天那张和今天这一张 合并一起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借的心态是怎样呢 第一 我借给你的时候 不可以取利 因为是弟兄 那个只是帮补 但是帮补的 帮补之后 神也给他 要拿档头 档头是怎样呢 档头就是要还的 是我是不娶你 但是你要还 但是昨天我们也鼓励大家 如果你借给他 也要遇他不还的 但是这件事 有没有矛盾呢 其实也可以说 其实也没有矛盾 因为神还有一个条例 也很有趣 就是有豁免年 这个人还还还 怎样都还不完 直到七年的时候 不问姻缘 一笔勾销 这是以色列人 神规定的做法 但是这个穷人呢 他也应该要还啊 你明白吗 所以他借的人 就是债主和 借债的和欠债人 债主借出去的时候 要当是一个怜悯的奉献 不要心 总是记着 但是借人钱的 你应该要还给人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神也允许档头出现 这个档头出现的时候 也是要让这些 需要借贷的人 要学一个功课 他是有责任要还的 他也应该要反思 大家都是以色列人 大家都一无所有 从埃及出来 为什么他只有有钱 为什么我这么穷呢 大家都是从神而来的祝福 大家都是抓纠得的土地 为什么他就越见兴旺 我就越见衰微呢 原因在哪里呢 其实这些的穷古是 要让人来反思 让人的生命可以调整 但是神又不想 这个债主 拿着档头的时候 形式过分 所有的事情都留一个爱心 都有一个怜悯在里面 因为以前古人的 拿东西去档的 就是很流行档衣服 就是衣服就是穷人最值钱的 但是他们的衣服 除了穿出来见人 夜晚也当被子来盖 但是你知道中冬的天气 白天晒得你晕 但是晚上也会冻得你傻 所以他晚上如果没有衣服 做被子的话 他可能会性命都难保 所以神就跟他那些人说 你如果拿他的衫 做档头的话 晚上的时候 你要给回给他 如果你做档头的话 那些魔石你不可以拿 因为你拿了 等于拿了他的命 所以你们有见到 神是要顾恋 神是顾恋人的 虽然他有功课要学 但是你也不可 不可以落井下石的太过分 能帮的就帮 真的去到最后也还不了的 甚至到七年都还要去豁免他 你会发现这些的条例 都显出一个爱 所以神才一而再 再而三的提醒 你们做过卢婆 你们要纪念这些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要留下爱心的 所以就算你在葡萄 你都要留一些给孤儿寡妇 给寄居的 你收购的时候 嘎纳也留一些给他们 所有的东西都要留一些给他们 让这些无依无靠的人有生活 让这些无依无靠的人 可以生存下去 也不可以因父杀子 或者因子杀父 所有的人都是要为自己所做的 自己来负责 意思就是说 神鼓励 神的百姓 所有我们行的事情 因为有神的缘故 我们要用爱来做出发 不是用其他 不是用自私 不是用本身的利益 而是先看神要怎么做 爱在哪里 这样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属神的子民 我们所带下的就是天国美好的样式 让人能够明白和认识神 阿们 主啊你是爱的主 主啊你是爱的源头 主啊你是看中每一个人的主 主啊更加你是爱每一段关系 你为关系而生 你更加为关系而始的主 弟兄姐妹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开生 开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这一份爱的DNA 可以在神的里面传达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创造我们的主是拥有爱的主 而且是充满爱被爱包围的主 求神来将这一份都传给我们 让我们都成为一个蛮有爱的 我们一起来开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我们进入方言进入灵里面 求这一份爱来充满我们 求神的爱来感染我们 并且包围我们 好叫我们的生命都涌流这一份 我们来开生来祷告 主啊求你这一份爱 今天来充满我们每一个 主啊你是爱的源头 主啊我们需要爱的时候 我们唯有在你那里支取 主啊我们向你承认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好渴慕爱 我们都好想得着爱 但是其实我们自己 都不愿意将爱给人 我们都自己都不愿意多走一步 将爱传出去 原来我们 当我们不愿意将爱输出去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没有办法 让你的爱来涌流 主啊在今天 我们求你啊 将这份爱先交给我们 先充满我们 主啊让我们有力 将这一份爱都输出去 给身边的人 神啊你就是爱的源头 主啊我们知道 当我们向你支取这份爱的时候 这份爱是不断的 这份爱是无穷尽的 就要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弟兄姐妹 好不好我们可以在家里面 找一个位置坐好 在现场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安静坐好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自己知道 是啊我明白 我要对人好 要很多爱 很多包容 就好像今天 生命记里面提到我们一样 夫妻之间 要有爱的包容 要爱的体恤 顾念别人 私语给别人 多个只顾自己 不单只是夫妻关系 甚至是和人的相处 在工作的上面 在债务上面 对待生病的 对待寄居的 困苦的 每一个每一个神都跟我们讲 多一点爱 多一些体谅 多一些包容 但是我们自己知道 这些道理我明白 但是我好像做不到 我好像很难去提却别人 我只是见到我自己的缺乏 如果今天神也同样提醒你 孩子 在这段关系里面 你少了包容 少了站在对方的立场 来思想 你少了爱的时候 我们开神来为这些关系来祷告 无论是和配偶的 和孩子的 或者职场的 家人的 朋友的 我们都一起开神来祷告 这一刻在我们和神的时间 我们和神支取爱的时间 在我们去到神的面前 思想我们每一段关系 并且支取力量的时间 我们都来祷告 我们一起为自己来祷告 主要你听我们每一个的祷告 主要当我们今天去读生命机的时候 主要我们真知道 你是何等看重关系 你看重关系 看重到 在圣经里面 我们怎样和林社相处 我们怎样同故宫相处 我们怎样同生病的 同配偶 我们怎样和寄居的相处 神哪里都不厌其烦的 细细的写下去 主要你为的 就是好想我们珍惜每一段关系 你好想我们将你的爱 带到每一段的关系里面 甚至当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 主要 你亲自来到地上面 倒成肉身 为我们钉在十架上面 修补关系 修补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 同样都让我们得着你的爱 修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神哪里是何等看重关系的主 主啊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就跟你呼求 是的主 我们在每一段关系里面 我们做的都不够好 我们包容少 我们也没有将心比起 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相处 去和人 去互动 主啊 今天 我们就将我们每一段关系 沉迷在你的眼前 主啊 你帮我们 将这一份爱给我们 让我们去修补每一段的关系 特别是我们的夫妻关系 主啊 最亲密的人 我们确实伤害最深 最亲密的人 我们确实包容最少 主啊 帮助我们呢 面对夫妻的关系 给我们多一份的包容 多一份为对方设想 孩子 朋友 亲人 家庭 工作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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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将这一份爱带到进去 主啊 你听我们每一个的祷告 给我们力量 修补修补一份一份一份的关系 主啊 主啊 让今天 你的爱打入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记得 神里看重关系 这一份的DNA 都要在我们的里面 都要在我们的里面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主你帮助我们 Amen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在南岛城岛 其实南岛有一扇窗 就是真正的对着水坑口街 水坑口街 在英国占领香港 查旗的第一个地方 神让我们在这个位置 神同样让我们 将神的主权在这里查旗 今天神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 爱是他最大的出发点的时候 我们请现场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可以站起来 在家里面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在灵里面同步 和我们一起 我们转过身 我们对着后面 我们举手 我们今天要将神的爱 在香港查旗 当年英国怎么样进入的 今天神的爱也要这样进入 神的爱要进入 香港人急需神的爱 急需要人与人之间 彼此相助的爱 我们来为香港祷告 我们在灵里面 我们要进入 这份爱要从水坑口街 进入香港 慢慢慢慢在香港扩散 从香港扩散到整个的九龙星界 我们灵里面和神同步 当我们这样子去举手祷告的时候 我见到粉红色的 一个爱心的粉红色 就从水坑口街 进入进入进入 占领整个香港 我们进入灵里面 一起来祷告 主要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今天就要来为香港祷告 神里的爱就要从水坑口街 一直一直一直蔓延到整个香港 蔓延整个的九龙 整个的星界 主要我们在这里奉你的明宣告 神里的爱就要得着香港 香港的人啊 都要因着你这一份爱的改变 彼此包容 彼此接纳 彼此为对方着想 我们的互动 全部都是用爱来出发 主要这样的香港 就是你所喜悦的香港 并且是你愿意在当中的香港 主要我们求你 进入香港的里面 掌管香港的心 主要也求你的爱 收复香港遍地 让我们每一个人 住在香港的当中 都愿意为对方 为我们身边的人 多行义礼路 成为和平之子 主要这一份爱带出去 主要求你让我们 欣赏每一个弟兄姐妹 先起来这样走 在我们的生活环境 在我们的职场 就做这个调活的油 化解所有的人和人之间 难解的关系 主要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靠主耶稣 神明记二十四章 神在这张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我们要看重夫妻的关系 我们和人相处 要留下爱 因为神喜悦我们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都顾念别人的事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要豁出 天国美好的形象 你知道万民可以跟从 万民可以得福 神的爱要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对人有爱 彼此包容 彼此建立 让我们身边的世界 因我们变得更美好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 为自己的心来祈祷 主要说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 你让我们的眼睛 不是只是定睛在自己的身上 主啊 你除去我们心中 一切的自我中心 一切的自私 主啊 让我们多去体谅别人 多去体贴别人 多去爱 多去活出包容 多彼此看顾 彼此的顾念 行事不过分 主啊 求你这样来帮助我们 将你的法度 将你的利率 放在我们的心中 而你的利率 是爱的利率 主啊 让我们懂得 去爱身边的人 关怀 我们所有 触及的人 主啊 你将这一份的爱心 放在我们个人的心中 也知道我们身边的人 都因这一份的爱而改变 因这一份的爱 经历神 使他为又真又活 在我们当中 做主的神 主啊 求你这样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承导 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我们下期见